其实YB讲的时候 我在讲很多东西 我们讲肉骨差 你第一印象会想要什么肉 一定是猪肉的 我们不需要去 特地去撇清讲我们用什么肉 但是我觉得是 在申请马来西亚美食遗产的前提下 像大家讲的 华人也是其中一部分 of 马来西亚人 我们要在意的就是 到底我们哪些食物是出自马来西亚 第一点这是重要的 第二点他是很受欢迎 而且真的是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我们口味是独特 我们口味是 众口味 众口味也好 好吃 就是好吃过别人的 现在我们应该很 proud 去申请 这就是我们的美食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s halal 甚至是我们吃不吃 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毕竟马来西亚美食遗产里面 有多少个 真的是我们每一条我们都享受吃 不一定的吗 重点只是在 是不是from Malaysia 好不好吃 that's all 能不能让我们出名 最重要是这样子旅游业吗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我们在推广旅游业 我们介绍我们自己的美食 这样其实我们要focus的不只是malaysian 而且要focus到可以吸引外国人来 吸引到外国人特地过来享用 来吃的美食 肉骨茶的确是 我相信大部分的旅客也未必是穆斯林而已 另外一部分可能非穆斯林 他们也可以很享受这些非清真食物啊 所以我们不应该只限制 应该把清真食物列为美食遗产了